DRI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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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 DRIKAM DRIKAM 好的,Mega,今天又來南波納夾爾啦 北部下的二十幾天的雨 實在是快發霉了 所以今天就來南步行一下光合作用 那今天第一天打算回歸老本行 我們找些水溝、水池在那呆 看看這些呆過了一個年有沒有變得比較肥 然後今天會稍微分享一下我打呆的Mega 嘿,Omega的Mega 先說這不是教學 我們這個釣魚的YouTube影片 只要關上教學這兩個字 就非常容易出大事 所以等一下如果那些想法跟大家去出爐的話 拜託我們進行討論一下 就這麼說定啦 打個高高啊 嗯,這邊有個簾看起來不錯吧 搞了一把新釣竿 等一下幫他介紹一下 Okuma Sareno 來,第一個簾先試一下 我剛剛竟然不咬 所以我打算當個郭駿 指導黃龍啊 看你的水面是蠻熱鬧的 看你的水面是蠻熱鬧的 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我們現在瞭解一下泰國狸是怎樣的一種魚 我們都叫牠呆 是因為牠在這個沒有警戒心的狀況下 牠看到什麼咬什麼 所以泰國狸算是一個非常好釣的魚 那我覺得這是一種生存機制啦 算是一種本能 因為在野外生存嘛 不是每天都吃到東西 所以一旦發現有東西 好像可以吃,好像可以咬 牠們就會想咬一口 但是其實牠們的警戒心非常高 像牠們常會跟無鍋魚生活在一起 牠們那一區無鍋魚一旦受到驚訝 牠們的警戒心也會更加提升起來 那泰國狸是東南亞的原生種 現在全台灣基本上到處都是 我自己是在每個縣市都有釣到過 那我個人覺得 從桌水溪以下的地方 泰國狸的密度是越來越高的 因為以台灣氣候來說 中南部的平均溫度是比較高的 也比較少發生那種寒流一來 一波帶走的情況 像我們北部長長一個寒流來 整齒的帶就浮起來了 那這種魚的勢力其實非常好 舉凡這個黑的、臭的、白的、髒的 甚至有這個泡泡水 時不時冒出這個墨魚乳味道的水溝 牠們都可以長得頭好痛壯 從這種魚的身形來看 頭大、身體間縮、略寬扁 看起來就非常不適合游泳 但是牠們這種身形非常適合躲在障礙物底下 所以到一個池子呢 我會先看哪裡有障礙物 舉凡這個雜草堆、枯木堆、草邊 潛灘、極流旁的緩流區 都是牠們喜歡躲的地方 簡單來說就是這些 看起來會讓你掛底的地方 都是一個好標點 所以我在釣的時候 都會準備一個偏光鏡 牠們一換氣的時候 我就可以非常清楚看到牠們在那邊 就可以施展反鎖劍皆可殺這個技能 來 換點換點 今天已經要帶我這把砂嶺給我開舞了 現在換到一個好地方 前面左邊那邊 牠是一個急流 右邊這邊是一個緩流區 等一下我就把我的耳路徑射在那邊 不相信牠不會咬 這邊水非常顯 所以我要蹲得非常低 行蹤會非常隱密 找到了好幾隻啊 來來來來 咬一下 兩隻兩隻 這邊有兩隻 再一次再一次 咬到 抱一下 還好 還好不是打到脫鉤 不然牠將會嚇到了 好 現在來到朋友的池子 想說我大老遠從台灣下來 不能讓我打虧 牠這個池子聽說要滿多呆的 所以想說順便試一下桿子 嘿 就是這裡 哇 這裡五龜超多 走 果然有呆 哈哈哈哈 開湖啦 YES 抱歉 抱歉 各位觀眾 終待一隻 喔 喔 耶 沒打龜了 出負 這邊應該還滿多的 我們繼續拼 看可不可以用雷蛙拼個兩三隻起來 那邊有一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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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了 丟了齁 哇 出啦 看到你的頭在那邊啦 幸福來敲門 各位觀眾 唉唷 帶一隻 耶 這隻很有喔 45公分而已啦 他一直在那邊扶頭 被我看到 然後直接往他頭上刷過去 他就直接爆了 嘿嘿 終於 公域散騎士必先立騎器 我覺得挑選一把 適合自己的釣竿是非常重要的 欸 竿子可以釣不到雨 但是一定要尬手 一定要可以裝逼 像如果要釣泰國裡的話 市售那些淡水路牙竿 個人覺得是都可以拿來用啊 那其實很多觀眾朋友問我說 欸 OMEGA 如果要玩雷蛙 是不是一定得用到雷牆竿 那我都會回答說 除非你釣的地方 超級重障礙長 超級高落差 像是我阿嬤家那個荷花齒一樣 荷花長得比較高 耳丟下去 一定要非常大力收拾 要抽得出來喔 或者是你有打小孩 曬衣服的需求 不然雷牆竿真的是一個 比較專門的竿種 雖然男人都喜歡這種 又粗又硬的東西 但是我自己是拿不太習慣啦 所以取而代之 我用大耳竿 那它不僅可以用雷蛙之外 你可以用大型的卵蟲 大型的硬耳 等於說一把竿子 它可以有比較多種用途啦 我可以在不同場地去用這把釣竿 不會說買到之後 就放在那邊誰溝掌灰塵 不然個人覺得這樣是有點浪費 順便開箱 我這一把 這把竿捲都叫薩尼諾 那我型號是挑702H 表定負重是20到50克 那我自己在操作 我覺得7克以上都可以對應到 這把竿子藍黑配色 顏值上個人覺得有PR90 蠻符合我自己審美觀的 我覺得這把竿子的感度跟強硬度是有的 不會說操作起來像拿根棍子一樣 沒什麼感覺 捲線器的部分 個人是挑這個高尺筆的 因為我需要快速的拋頭 快速的收件 那高尺筆的話 可以增加我收行的效率 那這個捲線器是用實力剎車 它有時段可以調 這種多段數調整 就代表說 你可以針對不同環境去調整你的剎車值 換句話說 就是可以減少你開米粉店的機率 那這個捲線器 拋頭起來是蠻順暢的 捲起來是蠻滑順的 沒有什麼齒輪的結合感 這個捲線器我覺得還不錯的地方 它還有一個捲線盃可以做選擇 很多時候這個袋 耳的尺寸稍微大一點就不咬 這時候如果你可以換個捲線盃 拋頭青柯書 尺寸比較小的耳 或許就可以減少你打貴的機率了 聽到這邊大家可能覺得 這把桿捲很貴 其實四張小朋友有找 找了錢還可以買線買耳 個人覺得CP值非常高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這個人打帶話比較暴利 我之前就有打斷一把 六七千塊的桿子 所以我想說 不如挑一個CP值高 又耐操的桿子 來換到這邊 這邊看起來還有東西 這邊人掉的地方不多 就這兩邊而已 好 哦 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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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掉了 炸一個出來 嚇死人 哦 嚇死人 吓死我 炸了個出來 炸了 哇,這不得了 想鑽草,沒得鑽 哇,這裡數量是有的喔 連桿連桿 你拔了 等它沒力 我怕這桿子斷掉 來,相信自己的裝備 升國旗了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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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邊的尺寸很有耶 應該 又50喔 今天心肝很新啦 又是一個肥帶 回到老闆可能感覺正好 真的很舒服 好,這個用耳的部分 我個人就是用三種 第一個就是雷蛙 因為我非常喜歡看這個水錶炸裂的感覺 哇,給它炸一下 心情整個舒爽 不過這頸線在活性比較好的情況下 那如果活性比較不好呢 我就會用這個德州吊阻 那因為德州吊阻它可以長勾嘛 就非常適合塞障礙 那很多時候大概是呆得非常貼底 針對底部去搜尋 可以增加你吊到它的機率 那如果真的再再再再不咬的話 我就會用五千吊阻 不過這是沒辦法,下下測 芒芙籤吊阻的話真的是要 非常的有耐心 因為它只有靠本身 鉤子跟鵝的重量去慢慢下沉 所以等待的過程是比較久的 但是因為它沒有額外的重量 所以它下沉的泳汁是比較自然的 如果這時候泰國的界線比較高的話 看到這種自然落下的鵝 說不定就會想要給它咬一口 好,今天下午場 打算用德州吊阻試試看 這陪著是一個蛋頭籤 一個驅餅鉤 加上這蜂香蟲 這蜂香蟲我還沒拿來打過呆 來,試試看效果怎麼樣 看到了 就在前面 哇,斷掉 我看 舒服 脫鉤,可惜 大嗨 蜂香蟲就這樣沒了 哇,這個鉤子上面還有呆了一塊肉 這太扯了 鉤法從它的腦門勾進去 90度穿出來 穿出來之後 對一下位置 把它的位置抓起來 捏著 順著鉤子,鉤上去 好,太好了 嗯,好像吃了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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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德州吊阻終於囉 來呀,三國旗 三船 莊 禮 五層 終於了 來,各位 對 喔,這邊的Size 這邊都有一定Size 至少都40公分起跳 哈哈 可惜喔 可惜喔